你也就是个纸老虎 是吧 纸老虎形容它合不合适 合适 但是我更喜欢的是红太郎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叫我妈 我现在一直都红红 叫他爸是灰灰 有一天中午 康复训练项目刚刚完了 但是没有达到管教的要求 在接下来的这个 比如说开胯拉筋的时候 不由分说你咋哭咋 叫他部里嘎一下到这 这个腿突然短了好大一点 舌了 舌了 你害怕害怕 害怕 你想不想就此罢手 没有 我说命运我没得选择 但是我可以一起改变它 它要你活得有尊严 对 它为我牺牲太多了 谢谢你来了 敬请关注 有请主持人 土蕾 真情致谢 重新开始 谢谢你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蕾 我们的现场没有观众 观众都在电视机前 或者是在线上 来观看我们的节目 当然也会参与到 我们的讨论当中 本节目由 蜻蜓FM独家音频播出 更多的世界 用听的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重庆卫视官方微信号 获取更多关于 谢谢你来了台前幕后的故事 扫描屏幕右下方 二维码 关注重庆卫视官方微信号 参加情感心理测试 有机会获得 精美的礼品一份 来认识一下 我们三位老朋友 心理专家 白燕怡 心理专家 夏冬豪 美女主播 柴子路 让我们一起走进 今天的故事 曾经 我是被医生 判了死刑的孩子 但是 有一个人 不接受这样的宣判 他 一次次的哼心 一次次的 把我逼上这个酒 通散口 快点 我送手了呀 一 二 三 走 快点 一 二 三 快点 快点 终于 我真正站了起来 来 我们掌声有请 今天的被制线人 母亲管平 请 主持人老师好 你好 三位嘉宾好 现场的观众好 来 请坐 重庆人啊 重庆人 你听这话就重庆人 对对对 今天是儿子来感谢你 对 其实我觉得刚才VCR里面 他奔跑着 抱向你的时候 那就是最好的感谢 表面上看着了我狠心 其实狠心的后面 我就一个目的 就是不让他在床上 度过他的一生 你丈夫今天也在现场 在 来 拿一只话筒给丈夫 你好 主持人好 您这多大年纪 我63 你呢 我比他大几个月 你也63 对 你太年轻了 看着 向东航你今年五十几 49 49 他也算保养得好 但他保养得太好了 没有 我没有什么保养 心态好 我的心态就是 自己的日子自己过 不跟别人攀比 什么都不跟人家攀比 比如说孩子吧 我从来不说别人家的孩子 老公也不说 你看人家老公怎么怎么样 那我呢 就是这样想的 人家有一千万 过一千万的日子 我有一百块钱 我过一百块钱的日子 那是比不了 尤其是像你这种情况 对 越比心里会越不平衡 对 来 我们有请出 今天的志谢人 儿子 李管雁平 父母的信都在里面 孟老师好 你不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 你妈妈都站起来跟我们打招呼 哦 不好意思 因为小生换急 所以不方便站立 你不是看已经能站起来了吗 解释一下 最近在治疗那个灰指甲甲肤炎 发了指甲 平时是能站起来的 平时当然可以站起来 你多大年纪 你猜 三十多 嗯 很靠谱 三十出点疼 今年就该三十一了 听说你是个神童啊 神童 什么是神童 就是神经病儿童 哦 你这么解读的 是 因为我这个病嘛 它本身也就属于神经方面的问题 但是大家注意啊 神经和精神是两回事啊 知道这我知道 所谓神童只不过是什么呢 就是那些善于发现自己的潜力 并且努力把潜力转换成能力的人 行了你也别谦虚了 我们这有他的作品 我们来看看他都创造了哪些奇迹 这么多证书 难取自强之心 李广叶敏 重庆十大最美家庭李广叶敏 这个金牌是什么 全国残疾人硬地滚球 锦标赛 总共应该是四块 但是四块奖牌呢 都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 都是团体的 那张证书教育部考试中心 那个证书是什么证书 PTS 以前叫全国公共英语等级考试 现在叫全国英语等级考试 我们这还有他写的书嘛 就这个是吧 全英文的是你写的 更正一下 这个是我 翻译的 你翻译过来的 翻译的 不是说你还写诗吗 是 我一方面呢 自学翻译 边读边译着 然后也就对这些 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呢 产生了一些兴趣之后呢 自己呢就尝试着写 我想听你的一首作品 《被小虫亲闻的果实》 可以 我用英文 前边有很多次 现在看来就是我非常狠 非常出格的一些事情以后 他写的那个诗 当时他给我看的时候 我觉得儿子可能 是真正理解了我的心情 他的出生 因为早产 六个月里二十天 又是极低体重儿 两斤八两 就是在保温箱待到 十二天以后 就接回家了 当时医生 其实也跟我们讲了的 就是说这孩子 可能不太好养 但是我觉得 既然存活下来了吧 就有希望 所以当一岁多的时候 就发现他没有正常孩子 那样就是能坐呀 能站呀 能爬呀 这些都没有 吃东西 就像喷射状的喷涂 两个眼睛也是 一个向东 一个向西 都是外写 两个大拇指呢 永远都不拉出来 然后他每次要撒尿的时候吧 你要撒尿 腿打不开 腿打不开 两个脚全是这么绷着的 脚尖 所以我心里特别的忐忑 当时医生跟我们鉴定 他确实是 中度脑痰的时候 医生就说 就告诉我 就说您别把 过多的精力 放在那个孩子身上 也不要把太多的希望 放在医学上面 像这种程度的脑痰 在国际国内 都没有治愈的可能 那个时候你绝望 绝望 那个时候 他也建议我们 再生一个孩子 但那个时候 生孩子要开证明的 因为独生子女的 医生不是告诉我吗 你要生第二胎 我马上给你打证明 对 然后回家以后 我又跟他爸爸商量 我说算了 我们也别要第二胎了 生他的时候 年龄也偏大 这是七一七二呢 人的初心 本来是想生 再生一个 不管是弟弟也好 妹妹也好 要照顾老大 但是有的时候呢 真正是身定其境的时候 会实现心理平衡的 所以我为了断绝自己的后路吧 就下决心不要 问一下 大哥 您是独子吗 我还有个弟弟 他还没结婚 也就是说 其实你生孩子的时候 家里面是寄予很大厚望的 对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希望你生二胎吗 他们也没有说 让我们生二胎 反正就是 随我们的意思吧 因为我父母亲 也是比较开明的 说到这一点的话 我说真心话是真的 真的真的很感激 因为其实在我身边 有很多这样的病友 最后都是外乎两种结局 一是因为坚持不下来 康复训练 所以最后放弃 二来 父母也是想管他的 既然坚持不了康复训练 那这样吧 再给你生一个弟弟妹妹 将来好照顾你 当时的想法是这样 但是真走到那一步的时候 事实可就变了 理想很丰满 现实是很骨感的 这样的父母是应该感激的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康复性训练 这个我要问妈妈 什么时候发现 用这种方法 就是五岁的时候 开始接受 比较正规的治疗吧 第一次接受 正规治疗的时候 是在二日科医院 然后回来以后 收校圣威 然后我就开始 跟他有条理性的 给他做按摩 给他沉筋 给他开胯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引起了邻居的 很大的那个不理解 说你虐待儿童 对 因为一开胯 肯定很疼嘛 他因为他人长 经络不长 然后人家就说 哎呀 天天到点儿啊 那个孩子就开始哭 开始闹 还有给我写秘密信的 你还不知道 说你这样是 变相地约的孩子 还不如把孩子 送到福利院去 然后又指责 我爱人就是说 哎呀 你怎么不管 管管你的老婆呀 他怎么怎么样的 后来他为这个事情 我们俩就抢孩子吧 他抱那个理管颜品上半身 我抱下半身就两个就拽 要不然他就把孩子 给抱着藏起来 他爷爷奶奶也抱过孩子 藏起来的 他爷爷的那个原话就是说 他依然是这样了 该吃吃 该喝喝 该怎么样就 就这么样子嘛 顺其自然 他其实他爸爸开始的意思 也是这样 当时我心里就是非常的矛盾 想管妈好像自己又孤立不远 不管妈又舍不得对孩子 这种放弃 为这个事我还离家出走过一次 一口气坐车到了成都 找了一个招待所给住下了 自己不吃不喝的躺了两天 然后给家里打了电话 就是说你不要到处找我 让我冷静地想一想 思考一下 如果说我想通了 我自个儿回来 咱们再也接着过这个日子 如果我想不通 明天我上金服山 看完日出 我纵身一跳 我什么烦恼都没有了 一了百了 我听说你在这段时间 写了一些日记是吧 对 写着玩着 因为跟爱人 有的时候交流 不是那么多 而且他可能也不太理解 我的心情 我可以念吗 我自个儿练吧 我的诊本草 你自己念是吧 我自己练 隐私我就算了 我就不看 好久以来 我就感到自己对一切 都失去了信心和兴趣 能做的事 仿佛都是在 刻意地安排身后事 总觉得 说不定哪天 我就会与阳光 与这个让我多灾多烂的世界告别 觉得早一些走完人生之路 对我无疑是一种最好的解脱 既然上天给了我这样一个儿子 就注定我一辈子 要与坚心 磨难共存 与天着对 无疑是徒劳的 何不安忍接受 坚持下去 也许上天会感动的 自立行间 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个真不服输 当所有人都反对你做这件事情 而且是打着什么名义 打着对孩子好 你对孩子残酷的名义的时候 你是在冒险的 你很有可能成为大家攻击的对象 觉得你是一个冷酷无情的人 但其实 那个特别冷酷无情的人 恰恰是最有情的人 然后我在想的过程当中 也反思了自己一下 那个时候我觉得 还是应该回来 面对 在那段时间锻炼你的时候 你受过伤吗 受伤那何止是那一段时间呢 四个字吧 老师 家常便饭吧 有一天就中午 先是这些室外的康复训练项目 刚刚完了 但是没有达到管教的要求 结果回来了之后 在接下来的这个 比如说开胯拉筋的时候 他可能当时就比较狠 平时如果好的话 一只腿一扳到这儿 结果那天不由分说 你咋哭咋叫大目里 嘎一下到这儿 那一瞬间 棒 一股子麻劲就像出电似的 接下来 这个腿突然短了好大一点 舌了 舌了 当时我那感觉 那个疼 一余眼表 那些骨折呀 但是呢 恰恰是什么 我没哭 为啥没哭 我这心里还堵着气呢 我当时我第一句话是什么 咬着牙含着那猪囊着 管平 看你今天感觉什么好事 我看你那个事情 能够收场 没听清楚 你再说一遍 用普通话说 管平 看你今天你干的什么好事 我这下子看你怎么收场 当时你吓到了 吓到了 但是其实也不是 就是说 我真的是狠心跟他搬舌的 就是因为平常也这么 也这么做 当时他可能心里也有趣 他就忍住没叫 但是他甚至 恰恰这么一扭 就是让一下那个劲吧 就是这么一扭 然后那个意外就出现了 你们两个性格是一样的 是 你害怕害怕 害怕 你想不想就此罢手 没有 没有 你想就此罢手吧 当时我不在 我是说如果你在现场 或者说一直以来 在孩子的教育过程当中 你认为他比较狠了 是不是 你狠得起来吗 我狠不起来 所以啊 我有两种感受 第一种感受 你好难啊 因为你也是冒着险 在做这些事 如果你一旦做不好 就像掰舌了一样 你会成为众矢之地 你会成为周围的那些人 说你虐待儿童 有些人写匿名信一样 他们不能理解 与其说他们不能理解 你的爱 你的做法 不如说他不理解 你对生命的理解 是两个字 尊严 他要你活得有尊严 像今天这样 坐在这儿 口齿清晰地说话 还能咬着牙 还能有情绪地表达 李管彦平 这是你妈妈给你的尊严 对 人家都说我对他的期望太高 我在想我也反思过 其实谈不上什么期望太高 我就是希望他的一生 不要在床上度过 说的就是尊严 对对对 就是有尊严 人活着干点什么事是最好的 对不对 但是最起码的要求是 基本生活能够治理 然后呢 在他十二三岁的时候 他也有开始有立反心情了 一个星期 甚至一个月 其实呢 客观冷静地想着谁的错 是小虫的错 小虫亲吻了你 对对对 你可以说小虫的错 在前边还有一个小插曲 那有天也是他那个训练 那天是下很大的雨 开始的雨小的小点 我们有两身那个雨衣 就是他穿一件我穿一件 我们在雨中这么走 后来他不在状态 人家我很生气 我们俩就回来到中午 我就说今天我也不照顾你了 我说我也累了 我说那个盗板上 你爸爸回来的时候 我们男女混合双打 好 那个时候我中午饭 我也不该做了 我就自己躺在床上 我也去歇会儿 他那个时候就在厨房 跟着那个洗漱池那儿洗手 大概可能有半个小时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也没进屋来 也没有什么响动 我就说去看看他吧 我就故意装着去喝水 这样我就看着他 拿了一把刀 他啊 对 当我看他的时候 他就把刀递给我 这个刀点都不快 他说这个刀一点都不快 当时我心里已经 但是我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我一看他脖子上也有痕迹 手腕上也有痕迹 但是都没拉到要害处 破了一点皮 有那么一轻点血 我就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我说刀不快 我说你喝我别高 咋的刀不快吗 不快我磨都死 我就把那个磨刀的石头 拿出来 我就划划划 他在旁边说 黄丝和磨刀 我也不管他 我就磨了 我就递给他 我说想死还不容易吗 我这儿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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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几把刀 哪一把刀都快 你说这把刀不快 我磨快了 你就可以死了 是吧 其实自己说这个话的时候 是硬着心上在说 您也是忐忑的 也是忐忑的 在之前我也知道 有些人的因为工作压力大 学生的学习压力大 考不好 跳楼的 持有报道 就是心里的承受能力 然后我就想 从这个方面去 打压他一下 你想告诉他 死很容易 活着很难 活着很难 后来我也怕他就 真的是 因为我刀是磨快了 我真的怕他 随手拿起来 就来划刀一下 我就用了一个什么方法 说 等等 等等 你不忙 等我出去了以后 你管再给 我理想死 还得拿个点北里 我不得行 等我走到来 他后来看到我 对他这个举动 一点都不在乎 一点都不心疼 他就不敢了 他就说 我不是了 我多少活气 长你的眼睛 爱你的眼睛 就用这句话 好 然后 我也没有再说其他的了 我就说 吃吃饭嘛 他说 起都起包了 吃吃饭了 不吃 虽然表面上听上去 是一个不懂事的妈妈 一个激将法的妈妈 和一个 想用死来要挟生活的 一个儿子 但其实这段对话 很高程度地 注解了生与死的意义 你的感受是什么 白老师 我觉得特别地心酸 特别地无奈 然后又特别地顽强 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 是绝对不允许妈妈要这样说话的 对不对 我有危险 当然 因为很容易就被误解 误解为嫌弃 误解为放弃 但是生活这么多年 他们已经很了解彼此 他们每一次的对话 其实都是在探险 每一次 每一天的训练 都会有一个新的高度 和新的一些意外 什么时候他开始站起来了 刚才不是说了吗 你要不配合训练的话 我就保力调红 红太郎 他很长一段时间都不叫我妈 叫你啥 我现在一直都红红 红红 红太郎 红太郎的那个 叫他爸是灰灰 这是刚刚学会站起来 这是生命尊严的第一步 对 自己独立行走 第二步就是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奖项 是 然后我就自己教 教他拼音 拼音教会了以后 就再教他查字典的方法 可以写了以后 又想 你是不是学一门什么语言呢 刚好在十二岁的时候 那个时候正好就是英语风 我就问他 你有没有兴趣学英语 当时他看到以后 他说他有 然后我就抱着他 四处地去找那个英语脚 那个时候宁家门书城 麦当劳啊 肯德基啊 这些都有 星期六 星期天下午都有 空闲时间 就抱着他去混 去货 然后06年的时候 就去那个 比较正规大一点的 那个微博英语 那一次是花了一万多块钱 给他报个名 那个时候你已经没有上班了 我早就没上班 他一岁的时候 都是靠你一个人 对 那一万块钱是个大数目 就是 本来是两万多 然后 就是看他那种情况 我们截命了一半 就这样 断断续续地学了一段时间 后来就开始考级嘛 从三级开始考 考到四级 然后四级完了以后 都很顺利一考就过了 过了以后我想 反正五级到头 我觉得干脆考完就算了 那第一次呢 差六分 差六分是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的手不像我们这样 输得这么快 作文没写完 作文没写完 后来呢 就是考第二次的时候呢 又差两分 那还是差两分 那两分是输在什么上 就是厅里上 这个厅里呢 他前面厅了以后 他写不完 那后面又又来了 后来老师就劝我们 就是说 哎呀 别考了算了吧 那个背考的过程 他也有一点抵触吧 就是每天要模拟卷子 要做 有时候两套三套都这么做 那段时间是什么 除了是当的康复训练的之外 其他的什么修习 什么文娱活动 一切给你全听了 理由是什么呢 怕我分心 你在拿到四级证书的时候 是第一个给妈妈看的吗 我去拿的 是他给我拿的 当然他第一个看到 我把证书撕掉了 为什么撕掉 就是我觉得他有些飘飘然呢 就觉得好像 他咋飘飘然呢 也是 一切都是从他训练 开始的 康复训练 不配合 然后回来可能 在某些方面吧 比如说他感兴趣的音乐啊 什么方面的 可能我有的时候就说 你该怎么怎么样 你怎么怎么样 他很反感 当初怼我的一句话 就是说 你会不会音乐吗 就怼我一句话 把你惹毛了 惹毛了 把撕掉你的情绪 我就说 你有啥子了不起吗 你不不非都是 靠了个三级四级 你五级都还差两分呢 撕掉了 但是我还是有选择性的撕 因为它是裹着的 这么卷着的 我一撕呢 就是只有一条缝 知道吗 你不怕把他的信心 给撕掉了吗 我就是要打压他 一些飘飘人的情绪 觉得自己了不起 就是外界给他的 能力太多 别都在表扬他 又会音乐 又会怎么样的 对不对 他撕你证书的时候 你恨他吗 怎么说呢 心疼倒是有点心疼 但是心疼的 并不是那个证书本身 心疼的是什么 好不容易花了这么大的力气 费了这么大的心血 考完了 然后你这说撕 你就给我撕了 那你是真不拿我的努力 当回事啊 所以你得出的结果 是要怎样 只能智取 不能强功 就比他更强 对不对 所以你再后来又 去学这个翻译了是吧 不是专门去学翻译 就是考到证书以后 然后他就把 有些课堂上的一些资料 自己感兴趣的 比如说科技类的 有的是医学的东西 科技类 医学类 翻译了 一方面呢 这个自学翻译 还有一方面呢 也是接了这些 需要翻译的书之后呢 自己呢就尝试着写 你现在有稳定工作吗 有 我现在是冰南集团 企业文化部的文化专员 一个月多少钱 一个月三千 一个月三千 怎么花 两千交由内务府保管 内务 自己留一千零花 你把钱交给妈妈手上的时候 内心的感受是什么 感觉心里边 小小的有点成就感 在此之前 就是不论获得过 什么样的奖励也好 什么样的证书也好 什么样的成绩也好 那都是一种社会上 对正能量的一种支持 或者叫赞许 但是只有这一次呢 是我以我的能力 体现了 价值 我作为一个人的 这么一个价值 你说的没错 你的这份工资 比那些所有的奖杯和奖牌 都重要 因为你可以独自生存 你还担心他以后的结婚吗 这个东西呢 很早的时候我就跟他说过 反正这个顺其自然 你喜欢什么样的 实话讲现在没有考虑 从没想过 李文平 我给你总结吧 我知道你的心思 这个问题呢 他是想就是找一个 就是能够有语言交流 灵魂可以交流的人 肢体啊 或者是行动方不方便啊 这些 他可能没有 就是前边前者这个条件 这么重要是不是 对 今天这整个故事聊下来 都是好轻松的 云淡风轻 都好像那些往事 在于常人看来 难以跨越的往事和困难 在你们俩之间的交流当中 都以一种轻松 以幽默 互怼的方式完成 没有感觉到有那么沉重 我觉得今天要两位心理专家先发言 他们两人对话太有意思了 你得好好解读 来 白云寅老师 您先来解读一下 三位好 老师好 我做心理咨询 其中有一个女孩 给我印象特别地深刻 她是一个音乐天才 但她为什么得了抑郁 是因为在她的成长过程当中 爸爸对她几乎于苛刻的严格的要求 只关注她的技能 而没有去认可她的成绩 可是李广严平她没有得心理疾病 为什么 因为在你们的生命当中 有两个特殊性 一个特殊性就是 没有退路 比如那个女孩 她不练琴了 她可以去做其他的 随便的一份工作 可是严平没有退路 所以就得至于死地而后生 而这个现实是被家庭 所直接地面对和接受的 另外一个就是 你们之所以能够走到 这样的一个位置 而并没有出现一些副作用 这种严苛教育的副作用 是因为妈妈内心当中的爱 对孩子的责任 妈妈在身体力行地 来去以自己的生命 陪伴在儿子痛苦的成长当中 我想在她的内心的深处 虽然她没有去表达出来 但是她能够读懂妈妈的悲伤 能够读懂妈妈的要强 她每一次忍着剧痛 去爬起来 去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挑战 她不仅要证明她自己 可以像其他人一样地 具有尊严地活着 她也想向妈妈证明 你的付出不是没有意义的 其实今天的成绩 已经是一家三口 共同努力的结果 妈妈可以稍微放松一些 让严萍知道 妈妈看见了她对妈妈的爱 我想她会更加地幸福 更加地有价值感 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 谢谢 谢谢老师给一提 谢谢老师 其实我妈妈我觉得 你有两种狠 一种是对儿子狠 而这种狠是一种训练的精神 狠的目的是要把潜力逼出来 然后第二点我看到是妈妈是对自己狠 痛在儿心 疼在娘心 看她这么痛苦的时候 其实妈妈还要去 蔑视自己的痛苦 然后狠下心来 其实妈妈对自己心也蛮狠 第三个最重要 应该说在狠之前 我发现很多时候 人家只看到妈妈的狠 但是我看到的是 妈妈你知道你最棒的地方是哪里吗 不只是爱 而是相信 很多父母对孩子都有爱 可是她不见得相信孩子会变好 但是我觉得妈妈最棒的是 我相信我儿子能赞钱 我相信他可以跟正常人一样 我觉得是你这个相信 改变孩子的一生 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妈妈 在你身上看到这么多的大爱 谢谢 然后也非常谢谢 儿子你的坚毅不拔的精神 希望你们以后 之中有更多的爱跟欢乐在里面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妈妈为什么不停地对你有要求 不满足于此 就像妈妈最开始所说的 她只希望你不要躺在床上一辈子 但实际上你早已超出了这个要求 她就是告诉你 我们活着不仅仅是要活出 一个生命的长度 我们要尽量地活出生命的厚度来 人生的目标 其实有一个一个再接着一个 永远不能掉下来 你提着的那口气 你永远不能放松自己 要一直地努力往前行 未来的路很长 继续加油 祝你们幸福 谢谢你们来了 谢谢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 有人说生活就像呼吸 呼者为出一口气 吸者为争一口气 你要是只呼不吸 人会衰竭 你要是只吸不呼 人会憋死 所以呼吸要均衡 说白了 你对于生命的理解和尊严 不是像我们传统的话说 生活生活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不是生活对于你来说是 要有质量 宁愿在烈火中 绚烂也不在现实中苟活 活我也要活个精彩的样出来 对吧 嗯 来 谢谢你来了 亲爱的红红 这么多年呢 我其实心里对你和对灰灰都 一直是除了一般儿子 对父母的那种感恩之外 是有更深层次的 这种更刻苦的感恩 我呢也想利用 谢谢你来了 这个平台呢 再对你真诚地说一声 感谢 妈妈 谢谢你 你辛苦了 儿子 我没有多高的那个期望 你有这么多的成绩也好 这些都是以前的事了 翻篇 希望你就是 以后越来越好 谢谢你 也陪伴到我 来 我们来看看 他送给妈妈的礼物是什么 我帮你拿过去了 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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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这么懂我呀 啥玩意儿 丝巾 不是 披风啊 对 裙子啊 对 披风 那个仙气飘飘的 开玩笑几十年了能不懂你吗 这蛮好看的 很符合我的 哎呀更有范儿了 更有范儿了 好看吧 坐下 老李好不好看 好看啊 还要再继续往前走 对 其实你妈妈每说那句话的时候 我就知道接下来没什么好话 其实我对你要求也不是很高 但就每次说这句话的时候 后面就基本上是很高的要求 但就是要高要求 就是因为我们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更要高要求 追求更大的幸福 当然 现在他已经独立了 你们可以经常出去旅旅游玩一玩 你说呢 行啊 可以 行啊 好的 行吧 别的不多说了 祝你们全家幸福 好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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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谢谢你 你辛苦了 希望你以后越来越好 谢谢你 也陪伴到我 让我们一起记住这对母子之间的故事 生活不简简单单是生下来活下去 而是要有尊严地活着 如果你也有感谢或对不起的话 想要诉说 也欢迎你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讲述你的故事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再见